天气热来别清凉饮料真痛快 但是你可知道这样喝下去 可是会让健康杀手脂肪肝悄悄找上你哦 今晚的实在有健康 有三位来宾要和你一起聊聊 约是担心四岁儿子会有脂肪肝的礼物 我儿子他也常喝手摇饮料 他现在才四岁 他会不会脂肪肝啊 手摇饮料真的你儿子四岁喝手摇饮料 对啊 不是那种饮料吗 生鸢奶茶 你看你已经让彭老师惊讶成这样 还有把饮料当水喝 而且食量超级大的胡安安 我一天喝五杯啊 手摇饮料一天喝五杯 还比较大杯 大杯 你知道大杯比较划算 他可以一次吃15克生蚝 跟吃20只还是20锅的虾肠 一次20锅啊 就是那个胡椒虾一锅一种一种 蛋白质太多了 一次20锅也太夸张了 我是一个这么爱吃的 我看你这样我都看不过去 最后则是被判断是点名 始终过胖要注意的宋少卿 肥胖的人 有高的比例会得脂肪肝 但并不是一定就对 比如说就像宋少卿这种肥胖的人 肥胖的人 就非常肥胖 真的是非常肥胖 恭喜恭喜恭喜 什么时候啊 可以是脂肪 欢迎收看时代的健康 健康对时代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李罗尼大哥 大家好 第二位宋绍兴绍兴哥 好酷喔 好酷喔 第三位我们欢迎安安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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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老师今天这样组合蛮怪的喔 对 两个成熟的男人配上一个这么年轻的女人 是 有有我今天有故意装成熟了 这个这个才是应验了台语的习俗 完整的搭配 老中青 对 老中青 吃油气 口蜡酒 吃粗盖 口蜡酒 所以所有的好事都在你身上 对 对对对 我们今天的主题跟两位非常非常有关系 哦 我们今天主题呢 一定是爆肝吧对不对 固肝 是固肝来的 固肝 来喔 四成的国人脂肪肝啊 是在亚洲的习惯啊 我们台湾有四成的人都有脂肪肝 最主要可能是常喝手摇的饮料啦 跟空腹的 因为这样所以空腹血糖会比较高 哦那就是我啊 啊 我很爱喝那个手摇饮料 不是只有年轻人 其实任何在台湾任何人 手摇饮料是大家必备的 除了潘老师之外 他叫自备饮料 哎呦那很恐怖 我儿子他也常喝手摇饮料 他现在才四岁 他会不会吃糖肝啊 手摇饮料真的你儿子四岁喝手摇饮料 对啊 不是那种饮料吗 珍珠奶茶 你看你已经让宽老师惊讶成这一样 惊讶真的是 四成为什么不能喝 我先吧 四成应该可以你控制啊 可是好像喝 你好像没在控制啊 因为如果说你说他上小学之后 你控制不了他嘛 但是学龄前应该你可以控制一切啊 那时候你权力最大的时候啊 潘老师你不要看他很凶狠 他在家里没意味 对不对 没错 对啊 儿子说一他不敢说二 真的啊 来我先把这边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这一项针对台湾 香港 上海跟马来西亚 北京 亚洲的五个地方做了一个调查 除了香港之外 其余四地的民众啊 预半数啊都有体重超重的问题 香港没有啊 台湾也在里面是超重的哦 尤其是台湾人啊 空腹血糖膏呢 跟脂肪肝的情形呢 更是高居亚洲的五地的第一名 所以在我们现在讲的只是脂肪肝 可是其实肝里面有很多的病 不是只有脂肪肝 嗯嗯 你知道 刚刚李罗大哥有讲到 手摇饮料 是 是 对不对 你有叫他弄微糖吗 没有 微糖 人家拿死我们我就会啊 对啊 而且有时候你不觉得 那个手摇饮料 如果他半糖或微糖 就会觉得他没有茶味啦 或者他奶特别不浓郁吧 你这句话的意思你是 当然是正常的糖啊 那你知道 找冰而已啦 你知道一杯外面的手摇饮料 我们讲微糖 还不是半糖也不是全糖 差不多500cc嘛 随糖不错 这个对 这无庸置疑是无庸有的 随糖不错 你知道这一杯饮料里面 放了几颗方糖吗 微糖喔 你猜 微糖大概五颗嘛 啊 你觉得 方糖喔 对 方糖 三颗吧 三颗 李罗大哥觉得 微糖应该两颗差不多 我跟你说微糖几颗好不好 10到12颗 为什么 它是糖精吗 这是微糖 全糖是22颗起跳 我要吐了 怎么可能 你一天喝几杯 我一天喝五杯啊 手摇饮料一天喝五杯 而且大杯 大杯 你知道大杯比较划算 对啊 你看你一天五杯 你一天喝了100颗的糖进去 喝了100颗糖还可以长 可是我不爱吃甜食欸 你已经快吃糖了 你跟我说你不爱吃甜食 你只是不爱吃蛋糕那些 可是那些饮料你有在喝吗 懂了 你是蚂蚁对不对 蚂蚁 难怪蚂蚁喜欢我 真的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只是手摇饮料 手摇饮料 这只是脂肪肝形成的 其中的一个 脂肪肝 有没有病例过啊 林辣 有 有吧 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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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跟你说 呃 他就是很简单 就是啊 红肝 粉肝 对 然后这个就是很明显脂肪肝嘛 然后我是阴错阳差 因为我那时候十几年前 我一直在拍动作片 每天在就打打打打打 脂肪肝没了 运动 运动 对 脂肪肝肝就后来检查 没了 对 就没干了 不是啊 脂肪肝没了 我没吸没干 所以我又经过这个 后来又没拍动作片 現在我看這個脂肪肝應該又 又上來了 所以這個鄉土区要爽拍一點 動作片做拍一點 那對 鄉土区拍得去當那個鄉長縣長那種 要養尊儲優一點 對 那也可以是會老大 就只出一張嘴又不動作了對不對 反正脂肪肝又來了 可是像我就覺得奇怪 我看起來很瘦 那我也會得脂肪肝嗎 會 會 那有什麼症狀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嗎 初期脂肪肝沒有症狀 這個就是危險的地方 你要講肝啊 是叫沉默的脹氣 對 你知道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脂肪肝是 理多大的根 來 看來 不過這個有酒精肝的口感 哈哈哈哈 你應該是酒精肝吧 我想 可是真的怪了 因為畢竟上了年紀我就會去做檢查 然後總算去年做了檢查 你一直拖 拖完就年做了檢查 那醫生拿出來後 孫先生請問你們上電視節目說你們 說你愛喝酒都是製造效果嗎 我說沒有我真的愛喝 現在我做完檢查以後 待會就有拖了 他說可是為什麼你的 肝指數全部正常 哇 應該是你氣壞 這大不可能 你要不要再換一家醫院檢查 我覺得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它裡面全部都是肝 沒有辦法買 我後來就想可能是有一半原住民血源的關係 所以可能有人研究過原住民的就是他那個分解酒精是一種煤 對 對 煤比較多 比較多 體質 可能 體質 但是 但是人家講 這個不是正常的示範 還是要小心 因為你喝多了還是一樣爆肝 所以 酒精肝也好 脂肪肝也好 一開始初期胖是說沒有症狀 那如果開始有症狀 到最危險會怎麼做 會什麼樣的狀況 通常來講 脂肪肝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個肝臟細胞本身是不用來儲存脂肪的 我們身體儲存脂肪的地方是脂肪細胞 所以照道理肝臟如果有過多的油脂 應該要把它送到脂肪去 那這時候呢 如果說是代謝不好 那這個肝臟本身也會有代謝嘛 排泄不好的時候 它積在這個肝細胞裡面 就稱之為脂肪肝 那脂肪肝分為輕度 中度 重度 那到了輕重度以後呢 因為肝細胞表面都有那些油脂圍著 所以使得這個肝臟細胞的這個 對外交通聯絡都不太好的時候 它就會死掉 所以肝臟就開始死掉 那肝臟死掉之後呢 就會造成肝臟細胞死掉之後 告成肝臟指數上升 所以脂肪肝有一小部分的人 不是很多 但有一小部分的人 在嚴重的情況之下 會造成肝細胞壞死 而造成肝指數上升 那這時候肝指數上升 其實就已經很危險了對不對 對 它還是沒有症狀 然後等到大概是 李柔這個臉是已經嚇到慘白了 它大概是等到就是說 這個肝細胞死了再生 死了再生隔一陣子以後 才會變成肝硬化 肝纖維化 那這時候就會有症狀了 這時候到了肝纖維化 肝硬化的時候 它就會覺得 食欲不振啊 疲倦啊 胃口不好啊 這樣的一個情況 有這種症狀的請舉手 我會疲倦欸 那疲倦有很多原因啊 廣告回來 胡安安的精神水療 竟然讓愛吃的詹姆士 都看不下去了 它可以一次吃15顆生蠔 跟吃20隻還是20鍋的蝦子啊 一次20鍋啊 就是那個胡椒蝦 一鍋一鍋 一種一種一種 而且你知道嗎 我撥到那個蝦 吃那個蝦頭多痛快 蛋白質太多 好 吃20鍋也太誇張了 我是一個這麼愛吃的 我看你這樣我都看不過去 沒有沒有 但是瘦子也可以炒 但你現在就做 啊哈哈哈 而詹姆士的精心設計小菜 讓現場大家越看越過癮 越吃越開心哦 烤洋蔥大酸汁清水便激湯 欸這是我第一次吃烤洋蔥 我也是啊 洋蔥醬烤完之後 你再吃起來味道像什麼 像水梨 啊 水梨 對對對 欸不錯欸 真的像水梨 而且我吃得出來是 梨山的20世紀梨 想不到洋蔥可以像水梨般好吃 詹姆士的用心設計 保證讓你越吃越過癮哦 演奏會延期了 什麼 到目前已經超過30萬位網友 留言罵你 只是5分鐘 你卻可以把我長久的努力 和付出給亏 給他 幫我的忙好了 為什麼會在這裡 因為我現在自己面前說這句話 如果你不想再被我連累 不要對我有任何一點關心 你可只會利用 那我來 去 要去 肝炎 關心話的時候她就會覺得 食慾不振啊 疲倦啊 胃口不好啦 這樣的一個情況 有這種症狀的請舉手 我會疲倦欸 疲倦有很多原因 然後再嚴重一點的話 它才會有所謂的這個 黃膽的症狀 就是皮膚變黃 眼睫毛變黃 那或者是 或者是小便變茶色 就小便本來是黃色嘛 變成茶色 然後如果再接下去 再嚴重一點就腹水 就肚子會大起來 腹肌水 腹肌水 那就真的非常嚴重 酒精為什麼會造成脂肪啊 對啊 為什麼 因為酒精 應該是為酒要平反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約好 待會兒就要去 對 因為酒精主要是靠肝臟代謝 大家都知道 那酒精本身也就是一個能量 因為它以前就是一個能量 所以你等於把大量的能量 送在肝臟上肝臟代謝的時候 它久而久之它就會疲累 它同時它會對於其他的 油脂也有代謝 就是說它的能力是有限的 它本來正常代謝 你身體這些油脂 它油刃有餘 可是你又一大堆酒精來軟掉 來亂嘛 那亂得我沒空去照顧酒精 就照顧不了你 所以它就會出現這種 脂肪肝的現象 好 那我的問題 就是大家不是說 喝了酒之後會臉紅 那這樣到底是 乾好還是乾不好 這個迷思 沒有差嗎 它現在是這樣 就是酒精吃進身體以後 要變成乙泉 乙泉再變成乙酸 那因為乙酸就很容易 融在水裡面就從尿排出去 那乙醇變成乙泉這第一段酵素 乙泉變成乙酸是第二段酵素 那我們人類呢 目前已經已經了解跟人種 跟所謂的這個 什麼不同的這種種種種族 主要的差異在第二段酵素 就是你如果第二段酵素紅 talked 不要乙泉就很快變乙酸 它就代謝出去了 但是如果這個第二段酵素很差的時候 它的乙泉就會累積 在身體就會累積 因為他過不去嘛 那個累積 累積以後呢 臉就會變紅 所以其實臉變紅是因為第二段酵素弱 才會造成臉紅 當然就是你喝多了它還是會臉紅啦 那一般我們有了解到第二段酵素的話呢 跟種族差很多 像我這種就是平利人對不對 平利人的話我只有一條基因 是可以分解這個乙醛變乙酸的 但是像原住民發現就是有兩條基因 它有兩倍的速度 可以那種出去 厲害耶 對對對 哈哈哈 太帥了 現在就去喝 但是還是有脂肪肝這件事啊 對 對 它喝多了還是會臉紅 所以我剛剛講說喝多了它還是會臉紅 所以這個是 這個部分是因為酒跟肝 跟脂肪肝 或是酒精性的脂肪肝有相連的關係 但是潘老師 如果有人 他可以一次吃15顆生蠔 跟吃20隻還是20鍋的蝦子 是20隻還是20鍋 一次20鍋啊 就是那個胡椒下一鍋一鍋 一種一種一種 幾個人去吃 三個女生啊 什麼啊 20鍋 三人是20鍋 對啊 而且你知道嗎 我撥到那個蝦吃那個蝦頭 多痛快你知道嗎 之後我還想要把旁邊的料沾一沾 把胡椒撈起來吃 對啊 上輩子跟蝦子怎麼了 好好吃喔 這樣是可以嗎 不好 不好 因為暴飲暴食 它會不會每餐都這樣子 也不是暴飲暴食啊 你每餐都這樣子嗎 不可能吧 也還好 但是只要吃到蝦跟生蠔我就開心 小時候吃到蚵仔也是開心 它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身體的能量的這個處理 它其實有三種東西在處理 一種叫碳水化合物 一種叫蛋白質 一種叫脂肪 所以大家一定會講說 那脂肪肝一定跟脂肪有關 就是脂肪少吃一點 是不是就不會得脂肪肝 對啊 其實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質 太多到身體裡面 一樣會轉成能量 對 就是我們 我們會轉成脂肪 碳水化合物也可以轉成脂肪 蛋白質也可以轉成脂肪 脂肪當然可以變成脂肪 對 所以因此才會得到剛剛的結論就是說 不是說不吃脂肪 就不會脂肪肝 不是這樣 你只要能量失調就會 比如碳水化合物吃太多 蛋白質吃太多 那為什麼講到蛋白質 因為這小子吃蝦吃太多了 吃20鍋 那蝦就是蛋白質 蛋白質太多 好吃 吃20鍋也太誇張了 我是一個這麼愛吃的人 我看你這樣我都看不過去 真的很好吃 太蝦 太蝦 真的 20鍋 所以潘老師我們來講說 我們如果這樣講好了 脂肪肝它會造成脂肪肝 最主要是因為從飲食地方來的嗎 它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比如說飲食不恰當 造成過多的營養素進來 然後它沒有辦法代謝掉 它累積在肝臟 這是一種情況 所以肥胖的人比較容易有脂肪肝 但是並不是說 每個肥胖的人都一定有脂肪肝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 縱使他肥胖成績很多 但他肝臟功能好 他還是一樣把它排出去 所以就是說 肥胖的人 有高的比例會得脂肪肝 但這並不是一定就對了 比如說 就像宋少卿這種肥胖的人 但是你知道我為什麼說他肥胖 你知道嗎 肥胖不是這樣用眼睛看的 因為我只要這樣側面一看 他那個肚子就知道他肥胖了 就非常肥胖 真的是非常肥胖 恭喜恭喜恭喜 什麼時候啊 所以是脂肪胞肚肝 然後導致變成脂肪肝這種嗎 不是不是 是脂肪肝是脂肪細胞裡面 對啊 對 所以他事實上 是胖是比較胖的 但是他卻沒有脂肪肝 媽 不要再唸我了 連潘博士都說我胖 我不瘦 他說你瘦啊 沒有沒有 但是瘦子也可以脂肪肝 所以就是說 對啊 瘦子就是剛剛講 就是他代謝不好 所以就是說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那有些人糖尿病 那因為糖尿病之後 他的糖分代謝不好 所以他很瘦 你會看到有些糖尿病病 他很瘦 對 因為糖類代謝不好 但是這個人還是有脂肪 來吧 因為他肝臟的代謝很差 喔 肝就是太辛苦的一個內臟 對 所以說啊 顧肝你看這個議題多重要 真的 對不對 我們下面這個快問快答 我們考的是這個 跟肝有關的問題 你如果人生不想變成黑白的人 吃這些到底有沒有效 喔 我們直接切入主題 好 好不好 三位加油 柯蘭麻煩你 脂肪肝患者可以吃葡萄 對我錯請搶答 李羅哥 會這樣問表示不可以吃 確定 蛤 不確定 他答案是錯 答案是錯 錯 恭喜你 答 答 對了 你也知道 我是用猜的 因為葡萄很甜 好 那我們的第二題是 脂肪肝患者可以吃大蒜 對我錯請搶答 李羅大哥 可以 確定 對 也是猜的嗎 對 是猜的 恭喜你 答 對了 我應該去買彩券 好 第三題 脂肪肝患者可以吃牛奶嗎 對我錯請搶答 安安 對 確定 你是知道還是猜的 我知道 恭喜你 答 對了 我還是遭殃 耶耶耶 好 下一題 脂肪肝患者可以吃菊花 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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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抬起來嗎 菊花抬了 菊花抬了 他沒有說請搶答啦 對我錯請搶答 對我錯請搶答 劉大哥 可以 確定 好 恭喜你 答 對了 可以 我運氣不錯耶 我後面好冷喔 所以你們兩個要加油啊 多按點鈕喔 對啊 已經連對三題囉 好 接下來 脂肪肝患者可以吃豬肝 對我錯請搶答 安安 不行 確定 好 不行 確定喔 恭喜你 答 對了 好 請搶答 對 好 請搶答 對 確定 對 可以喝 紅酒耶 紅酒會很胖喔 沒關係 一定可以喝 恭喜你 答 錯 好 其實應該是安安自己愛喝紅酒 所以你覺得可以喝 我想說牛奶可以紅酒應該也行啊 紅酒跟牛奶怎麼比啊 差太多了吧 他又不甜 好下一題 脂肪肝患者可以吃拔辣 對我錯請搶答 可以 可以 肯定可以 確定 這是當初醫生跟你講 不是 我一樣用猜答 好 猜得好恭喜你答對了 你答對了 你答對了 題題對耶 對 他參加過很多健康節目 現在剩最後一題了 我想跟少青哥講 加油啊 你一題都沒有按到耶 我們兩個都別按 讓他喊 好 請問脂肪肝患者可以吃玉米 對我錯請搶答 少青哥 我幫你按了 玉米 玉米就是 換杯 不用換杯 玉米裡面有太多的澱粉 然後他會轉換成糖 四 然後他就 不可以 確定 確定 中心 答錯了 我問了你好多次確定 最後你還是說確定 那我們現在交給潘博士 告訴你為什麼 你知道嗎那個 美國是產玉米的大國 對啊 是 那早期那個印第安人啊 他就得到這個脂肪肝就很少 後來他們去了解 因為印第安人都喜歡吃玉米 其實玉米裡面其實含有纖維很多 如果你注意去吃的話 那個玉米咬起來很多纖維質 所以如果以白米飯啊 比起這個玉米來講 玉米反而比白米飯來得好得多 對 所以你如果說是吃玉米當主食 跟吃白米飯當主食的話 吃玉米比白米飯來得好得多 喔 玉米脆片啊 爆米花啊 那個不行 你看 誤導那個就 對對對 所以這個玉米 拿玉米當主食 玉米是主食類的 對對對 它比白米飯來得好 喔 所以玉米是OK的 芭樂也是OK的 芭樂 我不懂為什麼芭樂可以耶 芭樂 它一樣是它有非常多的纖維質 而且它有很多維生素C啊 等等的 對對對 都蠻好的 妙的是這個葡萄不能吃 可是安安說葡萄酒可以喝 哈哈哈哈 對啊你看 都是葡萄 這兩個都不行 沒有沒有其實 其實我這邊要多補充一下 就是說這種太甜的水果 不要吃太過量 嗯 我想它是有這個意思在 所以那如果這樣想的話呢 其實應該把它想成一類的水果 就是說呢 很多甜的水果不能過量 譬如說像榴蓮啦 譬如說像荔枝啦 很多像芒果啦 這種非常甜的 那你就變成不能無限量再吃了 那你無限量吃的話 血糖就容易飆升 所以不要以為說吃水果就不會燙 並不是這個樣子 對 也不要以為吃水果就不會 把這個身體的血糖飆得很高 一樣會 一樣會 所以那個就要適量 所以這一個大象應該是屬於 非常甜的水果的 希望大家用適量來攝取 不要以為它不會就盡量吃 好 原來是這個意思 那潘老師那為什麼 肝不好的人吃大蒜好了 它這個沒有特別 因為我想要這樣重點就是 肝不好的原因有很多 我想剛剛大家都已經講過了 它比如說它有B型肝炎帶原 C型肝炎帶原 它有脂肪肝對不對 或者它現在有這個症在肝發炎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肝硬化 或者肝癌 它有很多原因 那但是今天我們講的是脂肪肝 對 那脂肪肝大家都知道 剛剛我一開始就講得很清楚 就是如果血脂肪過高 比如說膽固醇過高 三分肝油脂過高 它就有可能造成脂肪肝 那因為大蒜本身裡面有很多的這個 它有降低膽固醇的作用 所以如果說它是跟這個膽固醇有關係的時候呢 那它會有限度的降低 你的造成的原因 比如說三三肝油脂 膽固醇會略低這樣子 那它就有可能讓脂肪肝的方向 往好的方向走 其實喔 我們現在就來探討一些 讓你的人生啊 本來是黑牌電視機變成彩色電視機 你要吃這些 讓你人生變彩色 要多是因為對肝比較好 我們先討論一題好了啦 菊花 剛剛上面 其實食用菊花大家比較少在烹調啦 那其實有一些台菜部分是有放進去 甚至做醬料都會有 那比較常見的就是菊花茶 很多人說喝菊花茶的時候會降火性 就是那個肝火會稍微降一點下來 有這種講法啦 菊花好 對 來 那第七個 那再來第六個 這幾個有沒有誰 大概可以大概猜得到 辣 是辣對肝好 媽媽都說要蒸那個辣 喝它的湯啊 蛤蟆辣 沒有 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 洋蔥 洋蔥 欸 洋蔥有喔 洋蔥有喔 唉唷 洋蔥跟大蒜 這都是我喜歡的 既然這邊洋蔥跟大蒜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先小吃一點洋蔥跟大蒜 好 來 我們先上點小菜的進行 直接吃洋蔥跟大蒜 直接吃洋蔥跟大蒜 對對對 直接吃大蒜我可以 對 哇 烤的耶 烤洋蔥欸 這個菜名叫做 烤的 烤洋蔥大蒜汁清水便雞湯 清水便雞湯 汁清水便雞湯 為什麼你知道 這是我第一次吃烤洋蔥 甜的 我以前沒吃過 洋蔥這樣烤完之後 你大概吃起來味道像什麼 甜的 啊 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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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洋蔥能像水梨一樣好吃 觀光後一起來試試 緊接著的料理揪殺隊 雖然有熱情拉拉隊支持 但胡安安還沒開始做 就被潘老師糾正了 他那個四輛黑胡椒 我怎麼看著很多輛的黑胡椒 這鮭魚都變黑色了 好 還要黑胡椒 還要黑胡椒 快脫 你看看 光燒這個水啊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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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嘛 好香才對 水都會香 蝦蜜 不過熱情的拉拉隊 卻差點越幫越忙 而緊張的胡安安 最後卻是犯下致命大錯 而懊惱不已 這會再殺臉基本 不要 你一講完怕是臉都歪了 這個 可能是會被貼 所以這個是會有交叉污染的問題 沒有 沒有交叉污染 到底是什麼錯誤 既然讓胡安安自始得要痛苦了嘞 廣告回來一起來看看嘍 洋蔥醬烤完之後你那吃起來味道像什麼 像水梨 啊 水梨 對對對 哇塞今天算開了陽昏了 可是甜的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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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我們現在做得很厲害就是說 除了小菜之外 後面還有大菜 好節目 那剛剛是這個變水梨嘛 對 這個變馬鈴薯 就大蒜烤過 就大蒜泥 就這樣子的我有吃過 對 這個我有吃過 這個有意思 嗯 不錯耶 真的像水梨 嗯 我這個水梨又很甜耶 很好吃啊 你如果烤得越軟 它的那個那個口感越甜 而且我吃得出來是 好 梨山的20世紀梨 呵呵 而且這個大蒜超好吃的 嗯 整個就是真的是馬鈴薯 哦太棒了 來再來第一個 茶 哈 茶也可以嗎 多喝茶對肝是好的 對啊 那再來第三個 蘋果 蘋果對肝好啊 一天一蘋果 醬學子啊 嗯 醬學子 嗯 然後再來 牛奶 這剛剛有提過了 這我來喝 剛剛已經講過了 燕麥 燕麥 燕麥這是好的 哦 不管是預防糖尿病啦 或是 脂肪啦 或是這個 像媽媽早上不是都會吃這種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非常多的那個纖維質 嗯 所以它在腸道的話 會把那個 膽子排出來的廢物 抓住整個排掉 對 好啦 那最後一個就是玉米 大家都知道了 嗯 嗯 對不對 好 那現在今天這樣的討論之後 不管是你酒病乘涼醫的也好 或是一直認為自己沒有酒精乾的人也好 好不好 有沒有覺得多少我們對肝了解多了 真的 真的 這個飲食是造成人體健康與不健康最主要的原因 嗯 那當然啦烹調也很重要 怎麼烹調會好吃 我們先進入下一個階段的這個料理糾察隊 至於我們的安安主廚啊 這是客座主廚 你要煮什麼咧 我要煮異國奶香鮭魚 對 異國奶香鮭魚 應該可以講說白醬鮭魚 白醬鮭魚 它所謂的異國可能就是國外的菜 對 就是沒有那麼忠實啦 對 對 好 那我們就來進行我們的料理糾察隊 首先 看老師 你看他桌上準備這些健不健康 我只是覺得他那個四量黑胡椒 怎麼看很多量的黑胡椒 那個 那個 鮭魚都變黑色了 當然是希望這樣啊 因為他要淹過 那這個呢 就是希望先讓大家看一下這是淹淺 就是 那到底是鮭魚還是黑鮪魚啊 感覺像黑鮪魚 我們是要挺他的 好 他要挺我 拜託 你看看 光燒這個水啊 好香喔 真的 好香啊 對嘛 好香才對啊 既然旁邊有啦啦隊 相信阿安坐起來一定也格外的有信心 我不會有問題的 而且拜託你 你那個不用拿那麼多 你給我收起來 欸我今天為了你做異國料理耶 喔是我啊 當然啊 你做我擅長的那你就不對 沒有做你擅長你好歹要偶露一下我啊 對不對 你看那水煮的好香喔 真的 你看對不對 好了準備好了沒 水都會香 蝦蜜 好了 蝦蜜是我愛吃的啦 準備好我們就開始吧 好 來請開始 好 這樣就好了 就那麼一點點啊 對啊 其實因為我沒有那麼 我沒有下那麼多 我沒有下那麼多水過 橄欖油可以煮湯的啊 我還不知道 不是不是 他這是要煮麵用的 對 他是要過水的啦 不是要過 他今天是幹嘛 他煮什麼啊 他沒有麵啊 潘老師 你們要滿心其他就是麵 喔他不是麵 他今天不是 喔這要燙蔬菜 不會吧 對路好在家呢 都不太炒 這個就跟這個 好 泰系沒有任何關係 燙蔬菜是這邊嗎 對 對 已經貼一個了 貼啦 當然要貼 不貼怎麼會行 這營養子都要貼了 湯為什麼不讓它滾呢 他沒有還沒滾啊 先稍微問一下 你火沒有滾啊 你火沒開啊 有啊我有開啊 有火有火在裡面 在裡面有火 現在是大火 滾一下滾一下 好 既然這個 紹興都已經出手幫忙了 那我就 這個我就把它拿回來 耶耶耶耶 就是水的那個粉 對 水溫 因為你如果這樣滾 你會心菜 心菜會滾到它 會爛爛的 會營養素什麼都滾 所以我這個還在這邊 這跟健康有關 無法撤退 沒關係沒關係 凱老師對健康的把關 從來沒有撤退過 這好 這有點太久了 我們就直接先來爆香好了 我們來爆香 就很少看到有穿這個窗簾在做菜 他在廚房 怕太黑了 怕太黑了 好 現在要開始爆香了 好 沒問題 他是怕油煙 拉個窗簾在那邊 真的 滾囉 蔬菜滾囉 蔬菜滾囉 這個時候呢 怎麼這麼手忙腳亂啊 那個窗簾會燒到 沒問題啦 不會燒到 欸 真的會燒到啦 真的不會燒到 你知道穿窗簾穿久了 是有技巧的 你這麼樂觀有多久 好 把火關起來 然後呢 又把它吹肥氣了 你那鍋會不會太熱 不會齁 不會 不會熱 好 現在再來動作下一個步驟 下一步驟等它熱鍋 別擔心 別擔心 這炒什麼呢 炒一點香料 對 好 然後我也不會打鹽巴 放著 好 現在呢 熱鍋 已經熱了 真的 我始終覺得有一個很套決的地方 是為什麼很多人煮菜 一定要放油呢 不是 放油沒關係 那也有那個東西在裡面拉 它有熱鍋的效果 我喜歡嘛 好 這是一個 對 感覺就覺得自得在烹調 沒錯 人生以爽為目的 對 爽就好 火現在是 對 這樣 你要再大火嗎 不要不要了 這樣就好 然後放洋蔥上去爆香 好 對 放這兩樣就夠了 好 好 好 找不到東西貼了 有有 這邊就可以直接貼上去 就可以直接貼了 對 好 蝦蜜 此時呢 我要開始加鮮奶 做白醬 對 然後開始小火 光這樣我就覺得好吃了 對 然後我要加一點雞粉 好 好 等等胡安安的獨家秘技 那詹姆士看得讚不絕口 他現在做了這個步驟 是非常好的成功 哦 這個絕對是你勾欠的 不要勾欠的 哦 他有說你好了 沒錯 不過稱讚沒多久 胡安安竟然犯下了天大錯誤了 這個 可能是會被貼的 所以這個是會有交叉污染的問題 會 沒有 交叉污染 這個我是連糾正都不敢糾正 因為我怕大家到時候沒敢吃 哈哈 究竟是什麼錯誤 讓胡安安有可能功虧一虧咧 你我都會舒服的製品關鍵 廣告回來一起來看看 在一個喜歡你的人面前 才跟人家說什麼 晚上要去跟男生聯誼 掰 Thank you OK 跑得很快 偷男人 周五晚間九點 超市三三頻道 料理驚人夢 上菜囉 然後我要加一點雞粉 蛤 你確定 我加雞粉嗎 你知道有時候 我們這個自己的調味不是太厲害了 加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好不好 潘老師你該出手了 蝦蜜 蛤 蛤 因為味精我知道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你知道 媽媽有時候還是會 頭夾薄加一點點雞粉 我要煎了 煎好 其實不用煎那麼多了啦 煎一點就好了 煎一點就好了 潘老師講沒食慾嗎 蛤不是啦 我的意思就是不要 不要弄那麼多 到時候到時候我們吃了也難過 哈哈哈 我沒說 我沒說 其實沒有 潘老師其實我說實話 安安這個煮的不錯 哦 安安這個煮的好 你看你看下的好 對 下的好 趁它滾的時候 就下去了 就是這感覺 旁邊的整個白醬 把那個包圍住 鮪魚還是鮭魚 哈哈哈哈 黑鮪魚 黑鮪魚 把那個包鮪魚 因為我覺得剛剛收汁好像已經收了有點 過了哈 對 所以現在 小火 一個蛋黃 就夠了 這樣子啊 等一下我先把它攪 攪得好 漂亮 攪得好 整個三分鐘可以做完的菜 它已經做了三十分鐘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好 細心精緻 沒錯 它現在做的這個步驟是非常好的動作 哦 它這個步驟會 會把這個醬汁啊 會變得濃稠 因為剛剛看它其實蠻濕的 對 那有些人會放比較大量的起司 對 或者有些 中餐的做法會勾芡 對 那這個學會是比勾芡來的 不要勾芡 哦 好 沒有說你好啦 沒錯 其實它本來不是這個意思 它只想說營養不夠加個蛋黃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是濃稠 真的是這樣 但是其實那個蛋黃也可以在 就是我下鮭魚前 就是要先做那個醬汁的時候 就放上去 但是我覺得就是因為 它有一點乾 不要 雞粉好 你一講完 它是臉都歪了 潘老師你 你真的不能去看它的相聲 你從頭到尾你會這個樣子 危險 等一下 等一下哦 好 好 切得好 哈哈哈哈 不要害他推到幾次 啊 這個 可能是會被貼啦 算了 我這個先我直接講好了啦 好好好 因為這個是你剛剛在切鮭魚的時候 你沒有把砧板擦乾淨 所以你剛剛鮭魚的湯汁在這個砧板上面 你現在是生的 你又把它切一些 所以是裹了剛剛鮭魚的那些汁 對 你要把它放上去 所以這個是會有交叉污染的問題 對 所以 沒有啊 交叉污染的 你剛剛不是說你還有蒜泥嗎 這邊還有耶 沒關係 好 這個是 這個我是連糾正都不敢糾正 因為我怕大家到時候沒人敢吃 像剛剛那樣子的話 如果講的話 你不如就不要夾了 可是你不要那種 不行 我就是要夾 腿烈性的 蒜就像撒上去一樣 不能夾 好了 完成了嗎 開手 那我們就等著試試驗收囉 好 來 我們上菜 一口 可以嗎 其實還不賴耶 對 就是 它的 鮭魚還是鮭魚 黑鮭魚 黑鮭魚 它的那個鮭魚雖然 沒有那麼的完美 但是它的白醬 剛剛 詹姆士講的 還真的不錯耶 那是雞粉的關係 我只有散一點點耶 雞粉好 那個比一湯匙還要少耶 對 我們來講說這個東西 其實 我們先從這個汆燙部分開始 剛剛是說這個溫度的問題 可是你溫度拿起來之後 你再放在旁邊 事實上這些菜 它還是在老 因為它有溫度在 所以你必須要做這個部分 如果你沒有放到醬汁裡面 一起去蛋的話 那你可能 OK 好 不要說 而且你看我們現在在吃的時候 這個魚煎得不錯 醬也不錯 可是這個其實是涼掉 你吃的時候你就覺得 熱的醬汁跟涼醬 在主要裡面是不舒服的 對 所以你可能在燙青菜的部分 因為它很快 最後再來做 最後做 好 你等於是把鮭魚放進去 煨的這個時間 你把青菜放進去燙 這樣時間差會比較好 剛好一起洗過的時候 它就會繞起來 那至於雞粉 我覺得可惜的是什麼 鮭魚其實味道很重 那你鮭魚有這麼好的味道 你不把鮭魚的味道 煨到裡面來 你反而放在雞粉下去 因為鮭魚 你只要放到裡面來煨 鮭魚的湯汁一出來 來到你的湯裡面 你的湯就是滿滿就是鮭魚 鮭魚味 甜度已經就夠了 你根本不需要再加雞粉 那其實整盤菜問題最大 就是這個 切的砧板 那個部分你要最注意 其他沒有問題 其他沒有問題 我下次會微生一點 水 但還是可以吃啦對不對 可以可以 看了吧 還是要自信妹一下 潘老師有沒有什麼要 潘老師 我剛剛都已經 不是 我主要是第一個就是 我認為蔬菜的營養 必須要保持它的完整性 對 所以我是希望說水滾之後呢 就汆燙很快的就起來 對 那如果說像它剛剛那個水沒有滾 要煮到水滾 那還得了 我的青菜就已經泡在那個水裡面很久了 那到時候那個水又倒掉 我很多水溶性的維生素 全部融在那個水裡面 對我來講我就很吃虧了 對 那另外就是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我講說 這個鮭魚 鮭魚還是鮪魚 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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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鮭魚油本來就很好 你知道意思嗎 鮭魚油這麼多 所以不需要再加那麼多油了 了解吧 潘老師我們最近用相聲瓦瑟缺人了 你想不想來 好啦那我們現在品嘗了這個安安的這道菜 那我們再來做另外一道菜 是我們的健康上菜 就是醬煎鮭魚 哇 試試看 來我們今天送菜 今天我會用零油下來煎 平常我是不太用油 可是今天我會用油 因為我們今天 我因為用這個麵粉把 鮭魚給封起來之後 所以它的油脂出來會有限 那相對我們在吃的時候 這個鮭魚的油脂就會特別包 包滿 在裡面 在裡面 那也不要多啦 對這樣跟安安講 一點點 一點點 對嗎 你看我還是有做對的 可是我的一點點就這一次而已 我沒有兩次 把它放進來 你也不用擔心鍋子到底會不熱 因為我們是不沾鍋的 放進來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除了特殊的料理 就平常在家裡的話 用那個肉類本身的油脂 去做一些旁邊的爆香就夠了 對對對 你如果常看實在有健康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叫做 跟食物藉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不論像 詹姆斯每次做雞腿的時候 一定是先把雞腿的油給 逼出來 逼出來 然後就用那個雞油做了 跟食物藉油 對 我們都跟老天借膽 對啊 就慢慢把它翻過來 把它挖這邊過來 你看 前面這個地方 它其實不是只有單純的沙拉油 它裡面一點油 其實也有在裡面 這個地方很難超難的 哦 因為洋蔥配那個魚 這個是很香 很香 很香哦 風很味但是好幸福 哦 好吃的魚 幾乎快要入口即化 嗯 但是又有咬頭 我覺得醬汁很好吃 好吃耶 所以 水魚的那個油 裡面是好保值耶 入口綿綿滑滑 清香各位的醬煎圓雪 公告最後一起來嘗嘗囉 因為洋蔥配那個魚 真的是絕配的 很香耶 是有甜味的 沒關係 我們先來做醬的部分 這邊 來 醬油 一 二 二 三 三 三湯匙 對 然後味醂 三二一 對 二 一 然後清酒 哦 這些是它的醬的部分 來 我放一點點的奶油就好了 奶油 醬就好提味道就好 然後把蒜末放進來 蒜末最好的 當然嘛 蒜末不耐久 奶草味 然後現在的洋蔥 它已經覺得有點 微微的焦焦了對不對 還沒有比較苦 所以我們現在把醬汁放進來 那一點點的水又多 這樣整個香氣就出來了 然後蒜味也出來了 好香 我這個香是真的香 對 對 老師 不是剛剛它那個清水香 哇 對的那個over over 洋蔥就把它放在上面 能夠堆多高 多高 對 多高集中 對 你怎麼都知道 多高集中 而且好簡單喔 很簡單啊 而且從頭到尾你就一鍋搞定 好 這樣子我們今天的醬煎圓選就完成了 哇 好喔 好喔 來吃吃看 來吃吃看 來來來來來 好香喔 嗯 嗯 光你味道就好幸福喔 哇 好吃 對啊 幾乎快要入口即化 嗯 但是又又有咬頭 我覺得醬汁很好吃 嗯 差很多 嗯 嗯 好吃耶 鮮魚的那個油 裡面好飽足喔 嗯 就裡面那個 吃了之後感覺會愛你 水嫩水嫩 嗯 你都拉著不要這樣子 一邊牙都這樣 他會怕 太 害羞了 對他會怕 一陣羞紅 對 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因為其實簡單的烹調方式 難得大家 開始注意到養生 健康 開始要烹調 那我們盡量可能 就在節目上面示範就是 簡單 然後不要太勾勾碗 那種勾碗卡片太多 一個鍋可以搞定的菜 這是最方便 對 哇 對 太好吃了 剛剛聽得出來我有 攻擊安安嗎 沒有啊 而且我說真的今天安安是 我們來上節目做 這麼多的這個藝人來 他應該可以排前幾名 對 對 耶 因為總共也來了三四名而已 沒有啦 沒有其實 其實觀眾朋友可能 不太能夠注意到 其實在這個地方出來 是很緊張 對 潘老師在 然後我在 對啊 整個晃張 尤其是兩個招老頭一直在亂 對 在那邊看到什麼都好 你知道嗎 我剛剛其實是因為那個煮水 煮水 然後整個就忘了煎魚 當然重點 你會那個忘記煎魚的原因 是因為紹興把那個拿起來 那個水 這水好香喔 好香喔 他就以為魚已經煎好了 對 然後我在那個時候 這樣真的想說 我的魚怎麼還在那是生的 不過 多來幾次 多做幾次就習慣了 那這次是安安示範的 有機會到 但你羅大哥或是紹興 也可以來試試看 真的 緊張了 緊張了 會這樣跟這段美言幾句 讓你們上來試試看 好不好 今天就謝謝三位 謝謝 那請大家進入水定 我們時代有健康 讓我們專領一起喝 出出好健康喔 拜拜 拜拜 大家有喝咖啡的習慣嗎 一天喝幾杯 我沒有上線啊 我是想喝就喝 沒有上線 那很危險耶 無限長啊 會心計耶 他都運動員要再喝 是 咖啡英國兩產生的危機 鼻動鹽 好嚴重喔 遲到一流 欸 遲到一流 對不對 怎麼樣 你們講 都太淺了 這還太淺 真的 真的 哇 這個嚴重 這真的嚴重 下週一晚上11點 33頻道實在有健康 超級電視台 就是要這麼大 超市33頻道 16比9塊一幕 畫面就是比較大